欢迎继续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明朝败家子》 作者上山大老虎 演播紫金 《明朝败家子》第826章 王霸之情 洪志皇帝叹了口气 操得什么念呀这是 这世上历来是法不择重 难道真将这百来人统统打死吗 可若是认他们如此破坏钢器 这还有王法吗 不过有些话 就说到洪志皇帝心坎里了 朕住大明宫怎么了 花了这么多银子 你说不住就不住吗 几百万两文银呢 就这么糟蹋了 白痴 洪志皇帝复着暗毒 却是肃容 厉声说 请豪大的胆子 这奉田殿 其实清等这般放肆的地方呢 真是岂有此理 王不世等人 稍稍冷静了一些 说 请陛下恕罪 洪志皇帝冷冷地说 来人 王不世人等 胆大妄为 于凤天殿与人 欧斗 刘建等人 脸皮子颤了颤 是欧斗两个字 便算是定性了 欧斗和打人 是不一样的 打人是一伙人 欺负一个刘宽 已经属于 泼皮性情 天理不容了 可若是欧斗 这欧斗就相当于 一个巴掌拍不响 刘宽战斗力爆表 一个人单挑上百号人 然后 被打得吐血了 洪志皇帝淡淡地说 所涉及此事的朝廷命官 统统停账二十 说着 洪志皇帝意味深长地 看了萧敬一眼 停账之事 是归萧敬管的 而萧敬明白陛下的眼神 陛下不希望将人打死 给他们一个教训就够了 打死了可就糟了 他们还欠着西山钱庄 这么多银子呢 若是银子还不上 大明宫还怎么扩建呢 萧敬笑吟吟地说 奴婢遵旨 方济帆看着萧敬 心里说 这个小机灵鬼 王博士等人 自是乖乖谢恩 随即便坦然地站起来 停账 我们是怕停账的人吗 只要陛下还在这大明宫 莫说二十停账 便是一百停账 便是打死 扑该子这街头 又算什么呀 洪志皇帝正色说 往后再有这样的事情 朕绝不轻饶 众臣战战兢兢 纷纷败道 臣等万死 洪志皇帝哼了一声 今日的庭义 就到此为止吧 朱青退下 刘建心里叹了口气 这算是什么事啊 却忙是行礼 带着百官退去了 方济帆和忠后赵二人 留了下来 洪志皇帝铁青着脸 看着二人 他伸出手指头 朝地上点了点 方济帆还不明白 是啥意思 却见朱侯赵 行云流水一般 啪哒一声 跪在地上 儿臣万死 哦 方济帆后知后觉 毕竟这事 朱侯赵经验更加丰富一些 他却有点不服气 笑吟吟的说 陛下 儿臣真是万死 方才他们打起来 儿臣一开始有些意外 所以阻止得有些迟了 若早那么一刻冲上前去阻止 何致酿成这样的惨祸呀 是我们可怜的刘御师 遭着血光之灾呀 儿臣要反省 儿臣错了 红之皇帝看着这个小子 努力地回想 真是奇怪了 明明什么事都是这个小子挑起来的 可谓是始作俑者 可是偏偏这丝居然从头到尾都是老好人 你看修宫殿 自己得了大明功 在那建房子 少不得太子肯定是其中大赚一笔 王不慎这些人 买了房子 开心得不得了 那些个流民 食不过腹 将他们招揽来 而今有了活干 听肖静说 薪水还算丰厚 人人都很满意 别连反对他的刘宽 若不是这小子在救人 怕是早被人打死了 红之皇帝无言 叹了口气 说 这心思要放在正式上头 少和人去勾心斗角 知道了吗 方济凡忙说 敢问陛下 还有啥是正式案 红之皇帝沉默了片刻 当然是修房子的事 可别到时候出了什么岔子 天下人人喊打呀 还有你 后照 你学学计翻 看看人家 一见有人欧洞 立刻冲上去阻止 你呢 还在一旁傻乐 你以为 朕不知道吗 朱后照跪在地上 搭了这脑袋 是啊 明儿儿臣找人打一架 儿臣去拉开 不 明儿儿臣就送去找找 有谁欧斗 儿臣 红之皇帝 感觉自己脑磕疼 压了压手 出嘴吧你 朱后照折舌 再不敢作声了 红之皇帝 嘘了口气 说 各个官署 要加紧建起来 总不能让大臣们 来回奔波 这样 确实费工夫 方济帆连声说事 红之皇帝一挥手 说 去吧 方济帆和朱后照 都如蒙大赦 拔腿要跑 红之皇帝突然说 太子 朱后照一愣 不知父皇 这里暖和 红之皇帝淡淡地说 你来试试 贵在大明宫的丰天殿 和紫禁城的丰天殿 有何不同 要贵得值一些 方济帆心里想 哎呀妈呀 悲剧啊 朱后照 脸色有些难看起来 可父皇 儿臣做啥了 方济帆 却早已一溜烟地 跑了 自奉天殿里出来 方济帆生怕被 红之皇帝叫了去 几乎是 急步着出宫的 可经过五门时 却见一杆大臣 似乎刚刚挨完停仗 有人身子弱 直接被抬走 也有人一缺一拐 毕竟还算年轻 身子扛得住 当然了 这停仗 明显有放水的嫌疑 只打肉 而不伤骨 负责停仗的锦衣卫 个个都是好手 想要你命 一仗下去 便要你狗命了 可若是不想要你的命 哪怕从早打到晚 也绝不令你伤筋动骨 方济帆就看到 这么一个神一般的人 打完了 拍拍后裤的血 然后一缺一拐 变臭 他不挤着上轿 似乎还想去看看 自己埋下的两个楼盘 现在地基打好了没有 这该色的西山剑叶 是否在偷工减料 毕竟难得来一趟 这一次停仗之后 怕是要歇养个十天半月了 方济帆一见到此人 不是王不是还能是谁 方济帆忙是匆匆上前 上前说 哎呀 王是独啊 本都为求养你大名 你的行为 我很钦佩啊 王不是回头 现在他的怒气还没消呢 像一只愤怒的小鸟一般 眼镜如垫一般 扫了方济帆一眼 方济帆心中咯噔一下 哎呀 好可怕的眼睛啊 想当初 王不是也是一个单纯的清流 可自从成为了人间渣子之后 根据江湖传闻 这两三年来 他压根就不曾笑过 一个人苦大愁深 几年面上没有笑容 体内积蓄的怨气 那是何其可怕呀 那眼睛 那面容 无疑不是写着 别惹我三个字 难怪这家伙 在凤田殿时 会有如此破人的气势 这简直就是 王霸之气 王霸之气 自体内而出啊 所有人互取一振 王不是 斩钉截铁 说 走开 方济帆摸了摸鼻子 哎呀 有些尴尬呀 好 你是一条汉子 你够狠 连我方济帆都惹不起你 方济帆二话不说 转身便走 四日一早 朱侯赵便一蹶一拐的 来寻方济帆了 方济帆见他这个样子 也不多问 倒是朱侯赵 忍不住说 哎呀 你铺什么不好 偏偏要铺瓷砖 哎呀 这瓷砖太个膝盖了 你看看 你看看 本宫才贵一个多时辰 心肝就磨破了 哎呦呦呦呦 赔点医药吧 本宫去看骨科去 方济帆同情地看了他一眼 举出几辆银子 塞给朱侯赵 朱侯赵得了银子 似乎觉得心里有了安慰 忍不住抱怨 老方啊 说实在的 本宫左思右想 本宫跟着你规划新城 和你一道顶着太阳卖地 还挨了父皇一顿教训 可本宫细细想来 吃亏了呀 本宫的地 啥时候才能卖出去啊 他要哭了 自己的地在三环和五环呢 也不知要等到何年何月 这么想着 都在赔本 还竟给人转吆喝 方细帆拍拍他的肩 不怕你那块地啊 卖得好一样值钱 朱侯赵一愣 看着方细帆 方细帆笑嘻嘻地说 听说陛下的生辰 要到了吧 朱侯赵依旧一脸迷糊地 看着方细帆 咱们新城还缺一样东西 等我送陛下一份厚礼 就万事俱备 连你的地也能卖了 朱侯赵这才松了口气 你可别竟糊弄本宫 他咬着牙一脸悠软的样子 哎呀 这日子没法过了 穷啊 朱侯赵是真的穷 私藏的银子通通砸了出去 可还不够 所以呢 向西山钱庄也借贷大笔的银子 每月还得还贷款呢 真的要喝西北疯了 方细帆拍了拍胸脯说 放心便是 啊 殿下放心 将朱侯赵稳住 等朱侯赵兴冲冲地 去工地上视察之后 方细帆却留了下来 他定了定神 却是寻了笔墨 一张纸铺开 凭着记忆 方细帆开始在纸上写写画画 足足花了两三个时辰 才算完毕 可即便如此 记忆毕竟是模糊的 可哪怕模糊 只要方向正确 也就无所谓了 至于其他的事情 自然交给别人去探索 方细帆叫来王金元 王金元这些日子 卖房都卖疯了 脾气变得很古怪 动不动就各种不可描述的词汇挂在嘴边 学坏了 方细帆将图纸交给他 召集将人们 让他们试一试 看看这东西能不能治出来 治不出来 拖出去 喂狗 明朝拜家祠 第827章 神童 王金元 王金元现在学乖了 少爷交代的任何事 都是天大的事 得赶紧着去办 他收了图纸 而话不说 算是去办事 方细帆则伸了身懒腰 数银子 也是一件很痛苦的事情 一个新的楼盘开盘 几乎是黄金万两 到了后来 数都懒得数了 太累 糟心 有这时间 不如多睡觉 这才是千金不还的 至于那交代下去的图纸 等他们造出来 再说吧 方细帆相信这些匠人们 在有了图纸的指引之下 一定会发出无穷的创造力的 方细帆就是这样的人 他总愿意相信别人 而被他相信的人 也往往能为此而创造奇迹 也正因为 生命之中总会有无数的惊喜出现 如方细帆所言 几乎各个作坊的主要总将师们都在围着这个图纸 开始认真地琢磨起来 能作为一个工坊的宗师级别人物 他自是神经百战 非必寻常 他们的生活是极舒适的 一年下来至少数百两银子到手 到了工坊 什么匠人学徒 各个都将自己当爹一样看待 看着图纸 刘将士眯着眼 却忍不住 如此高精度的东西 只恐不易生产 哪怕是当下 他说到此处 王静元一脸甚人地看着他 刘将士心中一领 嗷嗷叫道 请王董下放心 请东伟放心 小人一定想尽办法 克服当下的困难 其他将士也是纷纷点头 王静元背着手 笑吟吟地说 不要害怕 独卫也可能是开玩笑的 你们也知道 他爱开玩笑 他还是很看重你们的 大家尽心尽力就好 咱们大明 终究是有王法的地方 看你们一个个苦刮着脸 啥意思 这啥意思 咱们东卫就这么可怕吗 不可怕 不可怕 大家都摇头 我们绝不怕放东卫 这就是了 好好干吧 王静元背着手 晃晃悠悠地走了 他还得去卖房的 何况他和方济帆一样 也都是很相信这些将人 会坚决排除万难 无论制造上有任何难题 都会搜场刮肚 也定会想出办法来 这呀 真是一群可爱的人啊 过了几日 房价逐渐开始有上扬的趋势了 绝大多数人开始吃了定心丸之后 便开始肆无忌惮起来 哪怕此前还有犹豫的人 在经历最新的价格达到一万三千两之后 便开始蜂拥而入了 再过一些日子便是洪志皇帝生辰 方济帆不敢怠慢 正张罗着礼物呢 在西山 方正清已经开始学步了 后头永远跟着一个老嬷嬷 方正清则扶着一个有轮子的小车 饶有兴趣的在学步 可相比于方正清 周仔莫却惨了很多了 大清早便被自己的爹吓得不轻 诸侯赵带着不到三岁的他 居然去骑马 出后照将他固定在马背上 然后自己坐在后头 鞭子一扬啪的一声 受惊的马顿时撒开蹄子 开始狂奔 周仔莫吓得脸都绿了 在马背上嗷嗷叫 偷偷大哭 可无论怎么哭 他还是在马上飞驰 好可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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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继续哭 可是没人理他 最终他似乎接受现实 便瞪大了眼睛 眼中瞳孔不断的收缩 好不容易 马停了 猪后照先下马 再将固定的 周仔莫的绳子给解开 将他抱下来 忍不住对他左亲亲右亲亲 夸赞说 好儿子 有为父之风啊 接你如此 不得做爹爹也就放心了 好了 去玩吧 让刘杰那小子教你读书去 周仔莫下不了地 感觉地上软绵绵的 两脚轻浮 走起来晃啊晃 像跛脚的鸭子 他苦着嘴 眼里夺矿的泪水要飙出来 红红的 却没有哭 让一个宦官牵着 寻到了方济帆 一头扎进方济帆的怀里 救救好 救救好 方济帆忍不住慈爱地摸了摸他的头 哎呀 真是个乖孩子呀 这孩子和自己亲 有一种说不上来的感觉 于是轻轻抚他的头 今日闲来无事 来 今日教你一些东西 朱仔莫点头 方济帆牵着他到了书斋里 书斋琳琅满目的都是书 方济帆早就预备好了一套连环画 一页页地翻给他看 你看这是胶纸 胶纸的人脑袋上都带着斗笠 朱仔莫瞪大眼睛 看得极认真 他很珍惜任何不被折腾的日子 他看着图画中各种装束的人 小手指了指一旁的鱼图 说 这里是哪里 啊 这里是弗朗基 方济帆说 具体而言呢 这叫银级利果 朱仔莫忍不住说 银级利果是哪里 方济帆耐心地说 总之很远很远 朱仔莫忍不住说 他们不是我大名的藩臣吗 方济帆摇头 不是 为何他们不是藩臣呢 朱仔莫好奇地说 刘师傅说 普天之下莫非王土 他们坏了规矩 朱仔莫便垂头丧气起来 舅舅 我很操心 啥 方济帆有点懵 朱仔莫左看看右看看 我的父亲 王之不死人君 他们都说 我 我将来要做天子 可是我想 我想 等到我长大的时候 我爹 已经做了 王国之君了 方济帆 方济帆忍不住说 这听谁说的呀 朱仔莫绷着脸 努力回想了很久 说 我自己想的 姓朱的 果然都他妈开挂的呀 难怪这朱仔莫脑袋这么大呀 方济帆感慨说 事情没有这么严重 朱仔莫便笑起来 双手抓住方济帆的手掌 说 可是舅舅 我现在更操心了 前日 我被刘师傅带着 去和对岸玩 认识了一个和我一样的朋友 他叫狗子 他真是可怜极了 脏兮兮 臭红红的 一脸的霉灰 他说 他爹是在山上挖矿的 我见他的毛衣都破了 朱仔莫皱着霉 小鼻子皱了起来 为何 他不能和我一样 穿着新衣 每日都有好吃的呢 方济帆 有点回答不住 朱仔莫叹了口气 说 我听王师傅讲解 说是皇帝 那是上天之子 那我 理应是 上天的曾孙 可我又在想 先皇帝们 若也是上天之子 这么说 先皇帝和皇帝 都是上天的儿子 难道他们都是兄弟 可又不对 明明皇帝 总是喊先皇帝们 是祖宗的 方济帆 开始歪着脖子 对啊 自己为何没有想到呢 他皱着眉 低头沉吟 朱仔莫说 还有那个狗子 他是矿工之子 他告诉我 他以后也会做一个矿工 我便在想 好舅舅 矿工一定很无趣 他为何还想着 也要做一个矿工呢 因为 方济帆又欲色了 朱仔莫 吹头丧气 长大了的人 却没有一个人 去想明白这些道理 却个个都自以为 自己什么都懂 这些问题很难吗 方济帆 深深地看了朱仔莫一眼 将连环画合上 看来这连环画 已经不适合用来 给朱仔莫看了 方济帆将他抱在膝盖上 因为道理很简单 人人都知道 这里头有寻寻多多的问题 可是会思考的人 却会忽略这些 朱仔莫一脸的好奇 为什么呀 方济帆想了想说 因为只有忽略这些 会提出这些问题的人 才会心安理得 朱仔莫似懂非懂 他皱眉 假使我的父亲是桓公 我自然不会去追寻这些答案 因为我也无暇去多想 是吗 方济帆点头 朱仔莫又说 朱仔莫又说 可却因为我是龙孙 所以固然我每日都嫌尽无聊 都会读书 都会冒出无数的疑问 可我却不该去想这些问题 因为他们本和我没有关系 朱仔莫说话的时候 可可巴巴的 可是条理却很清晰 这就对了 方济帆想了想说 所谓君子劳心 小人劳力 事故劳心者治人 劳力者治愈人 朱仔莫皱起小眉毛 说 他们甘愿如此吗 朱仔莫继续说 向来是不甘愿的 所以所谓的治人 其实就是使他们臣服 用一切的手段 就如父亲养马一般 不听话就鞭挞他们 若是他们肯听话 就多喂他们一些马料 可是马太多了 所以需要寻一些马官来帮着 哦 我明白了 原来这边是好舅舅和刘师傅 常常挂在嘴边的 帝王心术 你们绕了这么大的丸子 原来想说的 却是世间最残忍的事 这个 方济帆已经不想 跟这熊孩子折腾了 黄孙饿了吗 朱仔莫皱眉说 这也是帝王心术 刚好舅舅已经无法回答问题了 对付聪明和提出质疑的人 便用吃来堵他的嘴 这叫赵安 方济帆想了想 大方承认 朱仔莫便如小大人一般 背着手说 好 我现在接受赵安 我要吃温师傅的八宝羹 一定要放糖 吃糖不好 那我不接受赵安 吃 你大爷 方济帆心累呀 明朝败家子 第八百二十八章 十年树木 百年树人 方济帆不怀疑姓朱的智商 毕竟姓朱的皇帝之中 各种奇葩有限 他们虽然未必有皇帝的专精 可在各个专业的领域 都有着突出的贡献 智商暴毙老万 三岁大的孩子 在上一世 已差不多幼儿园小班的水平了 这种孩子 恰恰是似懂非懂的年龄 除了爱将尿砸在裤头上 他们开始有了一丝逆反心理 可同时 却也能清晰地表达了 朱仔莫的问题 特别刁钻 所谓童言无忌 若有人问自己这么乱七八糟的问题 依着自己的火爆脾气 早就一巴掌扇过去了 而今在这世上 方济帆怕两个半人 一个是皇帝 另外一个是战斗力爆表的 人间渣子王不适 还有半个 就是这个问题特别多的 朱仔莫了 让人做好了八宝粥 放了一点糖 朱仔莫在被赵安之后 显得特别的乖巧 一直闭着嘴 小小的身子坐在长椅上 两只脚在半空晃啊晃 他低头看着自己的脚 狭乐 八宝粥端了上来 他便不客气了 呼噜呼噜吃完 摸摸嘴说 好舅舅 我还有一个问题 不许问了 方济帆复额 方济帆觉得头很疼啊 男人果然不适合带娃 古人成不起我呀 不对 自己就是古人 在西山深处有一处庭院 这里游景 四周房间森严 这是太子和方济帆 在西山的宅邸 这两处宅邸 合而为一 可中间又有一处高墙 串门有些方便 可又不太方便 里头伺候着的 都是皇家指派下来的宦官 方济帆背着朱宅墨回来 脑子里却全是 怎么教育朱宅墨的事情 回到宅子 早有宦官接了皇孙走 朱宅墨依依不舍地说 舅舅 明日你还会来寻我吗 方济帆想了想说 明日有事 舅舅要卖房 朱宅墨便说 那后日呢 见方济帆迟出 朱宅墨说 大后日呢 准了 倒是来看你啊 朱宅墨这才 蹦蹦跳跳去了 吓得宦官 忙是小碎步 小跑着跟上去 这个年龄的孩子 真是令人操心 方济帆回到正堂 却见朱宅荣与方十二人 都端坐着 嬷嬷和宦官们 都告退出去 使两人 见着茶几上各种连环画和步子 看得出神 方济帆咳嗽 朱宅荣和方飞 这才反应过来 方飞说 兄长 方济帆 则对他行礼 太子妃 两人 相互见了礼 方飞眼里 带着笑 说 那我得回去了 不能缴了你们 朱宅荣 面带沉怒 敲脸 寒凶 留着也是我爱的 方飞笑音音地说 这可不成 便起身 缓缓而去了 朱宅荣忍不住说 他定在笑话我呢 方济帆叹了口气 笑就笑 人在世上 岂有不被人笑的 说着坐下 朱宅荣便起身 给他针口茶 他也渐渐开始学会一些 力所能及的家务了 方济帆看了一眼茶几 这几字上 都有些日子 自朱宅荣到了西山之后 自己编写出的一些育儿手册 或是让人绘制的一些育儿卡片 以及连环画 朱宇荣看了方济帆一眼 笑音音地说 我和黄嫂商议过 有些事和你说 方济帆正心微坐 你说吧 不必顾我的感受 朱宇荣有些声语 是这样的 朱宇荣想了想 黄嫂和我闷得很 我们一起瞧了你的画和画册 心里便想 倒不如我们来带孩子 你这簿子里不是写了什么 哦 保育员吗 我们也招一些孩子来 让黄嫂和我一到 按着这保育图册中的东西 照顾着他们 就让他们学一些本事 你看 可以吗 呀 方济帆一呆呀 事实上 当初朱宰墨来西山的时候 方济帆可是充满热忱 他打算让黄孙成为一个有用的人 而自己的儿子 方正清那小子 方济帆也尽予了极大的期望 这也是为何他没事就写写画画 希望借此来教育两个孩子的原因 可事实证明 吃些东西没个屁用 根本原因在于 方济帆不但懒 且还没有耐心 其结果就是 一开始倒还和颜悦色 可当真面对两个小家伙时 坚持不了一炷香 便忍不住 掳起袖子来 寻点什么趁手的兵器 可是 方妹子和秀荣竟有兴趣 方济帆眯着眼说 宝玉院 你们能成吗 朱秀荣眸嘴一亮 不错 就是宝玉院 黄嫂毕竟身份不同 都有不变 她说了 她从旁协助 我来起这个头 再请一些读过书的女子来 要性情好的 招募一些孩子 我和黄嫂 可喜欢孩子了 再者呢 郑青和宰莫他们 本就寂寞得很 不妨多找几个来陪他们 我们不但可以照顾 我们还可以教授他们 她一时想不起 教授什么好 方济帆却是乐了 这样也好啊 妇女能顶半边天 为夫最讨厌 好吃懒做的人 你和妹子 若是有心 那么我来安排 首先 我们得有孩子 孩子从哪来呢 方济帆抬头 看着方梁 是啊 孩子从哪来啊 若是寻常孩子 陛下知道了 肯定是不放心 黄欣国庆们的孩子 他们可都是有专门照料的 凭啥要送至保育院来 方济帆背着手说 有了 我们可以摊派 朱秀荣痴痴地看着方济帆 他摊派 意思就是鼓励他们 当然 不要细究这些细节 至于教授的内容 我得整理一下 咱们这老宅院 也要改造一番 哎呀呀 殿下真是冰雪聪明啊 你这么一说 倒是提醒了我了 我早瞧那些该死的孩子 爹娘们不会教孩子 才三岁 便请蒙师来 成日知乎者也 这事儿啊包在我身上了 不是 我现在就要出门一趟 殿下 你先稍等 方济帆兴致勃勃 保育院是个好东西啊 公主殿下性情好 有耐心 若再聘请一些人 我方济帆 要将自己的学问 从娃娃抓起 毕竟 哪怕是自己的弟子 如欧阳志等人 虽对自己是言听计从 可思维上 依旧还有他们所共化的地方 可娃娃就不同了 我方济帆指哪打哪 说啥是啥 当然最紧要的是 两世为人的方济帆 最看不得 四体不擒的人 我方济帆 是因为得了脑疾 那是情有可原 可公主殿下和方妃 咋走回事儿吗 得有工作呀 保育院教授什么 现在不重要 重要的是 得有孩子 孩子从哪里来呢 沈文气喘吁吁的 回了府邸 这几日 新城太紧俏了 他思来想去 觉得新城是大有前途啊 沈家乃是江南大族 先些日子 太子殿下居然跑来借银子 说是要去买地 沈文的心情是日了狗的 太子殿下 你这是要租什么药啊 可无论如何 都是自己女婿嘛 沈家在江南的族兄弟们 统统动员起来 总算愁做一大笔银子 给太子殿下送去了 可是 至今 太子殿下 也不像是 有还钱的迹象啊 可提醒太子 又有些受不出口 愁啊 现在新城那边 沈文也动了心思了 皇亲国戚 买个一亩两亩屋 实在说不过去 他想尽办法 愁了一笔首付 总算事情办妥了 买了八亩 几乎是将沈家 金绪都掏空了 今日上午去当了职 正午的时候呢 告了个假 去了西山钱庄 总算是将房贷给办了下来 自此之后啊 自己便背了一大笔债了 好在沈家有爵位 有爵位可借贷五十年 满满还呗 事情一办妥 沈文心中就是舒畅 无论如何 自己总算是给子孙后代们 创造了更松实的环境 这辈子 没百货 沈文背着手 一进府 笑音言地说 孙儿呢 将孙儿抱来 老夫要见见 他满面红光 得以非凡 这位孙儿来的管事之人 却是面若猪肝 沈文吓了一跳 咋了 病了吗 不不不 管事老半天才说 被少爷给抱走了 说是去新山保育院 有如晴天霹雳呀 为啥 什么保育院 开什么玩笑 三岁大的孩子 这不是儿戏啊 这小子 这小子他疯了吗 管事低着头 如丧烤笔 他说 少爷 他说 这是冲任务 没法子的事 少爷的施工 交代下来的 每个人都要冲任务 什么 冲任务 沈文突然觉得 脑子一阵炫痕 受不了 还受不了了呀 赶紧 赶紧背交 老夫三代单传啊 就这么个孙儿 中什么任务 那任务算哪根葱啊 赶紧背交啊 老爷 管事的哭了 我看 怕是 孩子要不回来了 小人跟着去过了 好多人抱着孩子去 进了园子 除了孩子 其他人都被打发出来了 沈文瘫坐在椅子上 沉默良久 突然爆发出哀嚎 哎呀 他们这是 三岁的孩子 都不放过呀 明朝败家子 第八百二十九章 一波云天 诸后照 沈文气了个半死 他日房夜房 却无论如何也没有想到 方济凡内斯 会对自己的孙子下毒手 这脑子实在不够用啊 一想到见不着孙儿了 沈文便忙起神 去西山 无论如何也要去呀 为了轿子 沈文活精活了的 我沈文只想好好度过日子 好好做一个国账 好好经营这个家 对了 还有沈澳那个逆子 他怎么就这么听方济凡的话 到底谁再是他的爹呀 沈文坐在轿子里 感觉自己的心口堵得慌 心乱如麻 等到了西山 发现这里来不少的老熟人了 是三四个人 每一个都是熟面库 有娇着的张帽 张帽露着袖子 呲牙咧嘴 放弃坊那小子 就是钱大呀 今日不做他是不成了 他随即又是怒吼 早孽呀这是 早孽呀 我刚从祖陵里回来 就觉得一眼鼻子跳 一回来 果然出事了 长信那个狗一样的东西 早说了他是逆子 他自己的孩子不抱 抱他二哥的孩子来 哎呀这还是人吗 是人吗 所有人都阴沉着脸 要讨一个公道 还有一人 竟是内阁大学士 刘建府上的 想来作为内阁首府大学士 刘建出面很是不便 还有人怒气冲冲地说 魏国工人在南京 其孙徐鹏举 保来定国公府养着 竟也被保来了 哎呀定国公气得昏了头 也去陛下那儿 搞玉壮去了 众人又急 又觉得疑惑 这魏国公历来都是在南京镇首啊 他们与定国公府 都属于当年徐达的后裔 算是一门两宫 一家在南京 一家在北京 魏国公有个儿子 在西山书院读书吗 好像并没有啊 至于定国公府上 好像也没有啊 那这定国公的孙子 怎么被抱进去了呀 却有人一声怒吼 哎哟 畜生 这是畜生啊 谁抱了魏国公的孙儿进去的 这还是人吗 是谁啊 感情 请还不知道是谁啊 这就有点缺德了 为了冲任务 丧心病狂至此 想想那孩子 从南京到北京来做亲戚 开心得不得了 结果 哎呀 不用想 肯定是和定国父 关系比较近的 方继帆和诸侯赵二人 躲在宅子里 不敢出来 诸侯赵背着手 说 敬给本宫惹事 方继帆说 什么话呀 这也是你妹子 难怪我吗 哎 好好好 你和公主殿下 隔袍断翼吧 以后别做他的兄长了 诸侯赵 像吃了苍蝇一般 老半天 才信信然的说 本宫的意思 就不能温和一点吗 和他们讲讲道理 你瞧着吧 他们肯定是要寻父皇告状的 到时候挨揍的又是我 奉天殿的瓷砖 太个膝盖了 方继帆心里想 哎呀 讲道理 任何一个新事物出来 你能让这些 十苦不化的人去尝仙吗 他们肯尝仙 才见了鬼了 我方继帆 志在革新天下 是第一个吃螃蟹的人 和他们讲道理 还革新个屁啊 方继帆倒是忧心忡忡 就把他们打进来啊 主后赵背着手 冷笑说 他们不敢 这里可是有女眷 本宫的妃子和妹子都在此 他们不怕抄家灭族 就来试试 方继帆这才心难 想想也很有道理 男人是不允许随意闯入的 何况这还是皇家女眷 带了地方 自己和诸后赵能串门 也不过是公主殿下 乃是太子的妹子 而方妃呢 也是自己的妹子 即便如此 诸后赵在这里的府邸 虽在自己隔壁 自己也极少能进入后院 那是禁定 哪怕是兄妹 都没道理可讲 毕竟宫里 私里建立 可是派了人来蹲守的 这样不担心 被人打了的感觉 其实挺好的 放弃犯乐了 这时候 刘锦却是一副 平常装货打扮的模样 匆匆过来 大叫道 太子殿下 干业 都被去打听了 去打听了 他们现在起得不行啊 英国公还扬言 要揍死您 还有定国公 定国公 却向陛下告状去了 方济帆脑子发懵 定国公 定国公和我有什么关系 刘锦跺脚 还不是因为魏国公 方济帆更猛了 魏国公不是在南京吗 那更是八杆子打不着啊 刘锦哭了 我得探计 有人将他来北京的孙子 给包了来 这天杀的 方济帆和朱厚赵 面面相去 朱厚赵说 谁抱来的 方济帆摇里摇头 不知道啊 回去查查 朱厚赵叹了口气 哎呀 欲壮都高了 现在去查 有个什么用啊 已经最佳一等了 将错就错吧 哦 方济帆同情地 看了朱厚赵一眼 拍了拍他的肩 鼓励说 与其死一对 不如殿下委屈一些啊 到时候就说 全是殿下的主意 朱厚赵 望天长叹 本宫 两住样之前 都不知怎么回事 哎呀 就免不得要挨揍了 你放心啊 本宫 是讲义气的人 方济帆 深表认同 朱厚赵确实是个 讲义气的人 属于那种 和他一起上了战场 可以放心 让他待在自己身后 随时可以拿来 垫背的那种 哎呀 这一下子 放心了 方济帆 底气十足 冷笑着 对刘其说 什么魏国公 定国公 英国公 我方济帆 不看在眼里 不用理会他们 他们不敢进来 新山保育院 开班了 朱秀荣和方菲二人 高兴起了 他们显然没有意识到 这些孩子 是怎么来的 为此啊 他们做了许多功课 七个能读书写字 且规矩的女子 且每一个孩子身边 都配了一个 照料其生活起居的嬷嬷 不止如此 保育院里 还配了一个 专职的大夫 至于其他各色人 等是一应俱全 西山方宅的潜亭 毕竟经过了改造 里面设置了 鞦韆 滑滑梯 沙滩 不止如此 这保育院 还分为 室内学堂 和室外教学堂 室内主要是 朱秀荣和周飞 亲自负责 而室外呢 则又有 西山书院的 教授们坚持 二十三个孩子 为他们预备了 二十三个小凳子 中间一个长桌 每个人 都坐在一个小凳子上 朱秀荣 现在兴奋极了 窍脸上 都是红彤彤的 方飞则在一旁 整理着印刷好的图册 命人发放 方正清 高兴得不得了 大叫一声 娘 她可开心了 突然来这么多孩子 她这么一喊 朱宰墨 也朝方飞 喊了一声娘 其他孩子都沸腾了 纷纷喊起娘来 孩子们显然没有意识到 自己是通过各种手段 给坑来的 娘 我要吃八宝粥 娘 我裤子吃了 娘 她打我 一开始 总是有些不太顺利 好在妇人们总是有耐心的 方飞搁着玻璃 看着里头的小韭菜们 脆嫩脆嫩的 刚搁下来 还保持着一股子 大自然馈赠下来的鲜嫩 方飞觉得 自己的暴力的内心 得到了治愈 这个荡漾着纯洁的小天地 真好啊 瞧瞧他们 才这么一丁点大 就能给自己赚钱了 可该让他们学习什么呢 怎么样才能让他们 和寻常孩子不同呢 嗯 哎呀 这是一个问题 得好好琢磨琢磨 方飞 方飞搁每次次地 回到自己的书斋里 又开始去歇歇画画了 最近不能出门 树打招风 只有这里才是最安全的 得让那些个家伙们 慢慢地接受这些现实 唯有如此 才能收获坚强啊 所以呢 方飞搁有足够充裕的时间 徐徐开始发挥自己的脑洞 外语要不要学呢 哎呀 还是学一些吧 得请几个女佛朗基人来 学习别人的语言将来才可以祸害天下 哪怕是天朝上国 却万万不可产生傲慢之心 还有读书 嗯 读什么好呢 诗词肯定要学的 这是瑰宝 四书五经 暂时算了 还有 凤天殿 落地坡里有一个巨大的好处就在于 坐在这凤天殿里 便可一览无余地看到外头的动静 比如在这凤天殿外 诸侯照趴在长凳上 几个宦官啪啪啪地这么打下去 他们不敢敷衍 因为陛下就在寓座上看着 诸侯照发出杀猪般的吼叫 这吼叫声显然也没有缠水 而洪志皇帝则板着脸 他的眼睛落在定国公徐永宁和张茂 沈文以及许多跑来吼叫的文武大臣们身上 一开始这些人是真的哭得惨的 尤其是徐永宁 他是定国公 抱取的那徐鹏举乃是魏国公之孙 可魏国公和定国公乃是一家人 他比别人更惨 魏国公的孙子抱来醒亲 结果就出了这事 哎呀 若真出了什么事情 自己该怎么跟自己的足地交代呀 可现在当诸侯照的嚎叫传了过来 大家懵了 徐永宁等人二话不说 忙是败道在地 哎呀 陛下 陛下不可呀 太子殿下他 他 因为自己而揍太子 这太子可是储君呢 且下手这么狠 这 他们开始心虚了 方才还在抱怨和痛骂 现在却是战战兢兢 太子殿下也是不懂事 陛下 算了吧 是啊 算了吧 红治皇帝云淡风轻 这扫了他们一眼 不急 先打了再说 打了准是没错的 清等不必经举 他若是还敢怀恨在心 真 冲不死他 明朝败家子第八百三十章 人中龙凤 太子殿下一顿揍 一下子 无论是定国公还是英国公都消停了 到了这个地步 除了自认倒霉之外 还有咋的呀 再闹下去 陛下打得再狠一点 这太子殿下若有个什么闪失 担待的气味 可是 虽是明白这么个道理 可是他们还是气 偏偏什么都不敢说 灰溜溜的行了礼 告辞告辞 朱后赵一拳一拐 到了奉田殿 红治皇帝冷冷凝视着朱后赵 说 知错了吗 知错了吗 朱后赵 啪他 跪地 知错了 红治皇帝 眯着眼 方几帆 是不是和你一伙的 朱后赵 吞了吞口水 他不知道啊 嗯 红治皇帝 面上不信 真不知道 朱后赵 苦笑说 对天发誓 若是方济帆知道 便宰了刘锦和张元熙 朱口 朱先宰了你 红治皇帝 气急了 除了方济帆 也不能想出这些 幺蛾子的事情 你确实比他还糊涂 可你的脑子 能想出折腾什么 保育院吗 朱后赵 张大眼睛 忍不住动弹了一下 结果 屁股疼得厉害 于是呲牙咧嘴 父皇 不能这样说啊 儿臣 好歹是您的儿子 儿臣的脑子 怎么了 红治皇帝 瞇着眼 朱不和你啰嗦这些 这些孩子 可不要出什么茶组才好 少有茶池 你回去和方济帆说 朱下一次 听仗的便是他 不打断他两个肋骨 不算完 去吧 红治皇帝低着头 不再理会朱后赵 朱后赵如蒙大赦 来时一拳一拐 一听红治皇帝说 去吧 好像一下子伤口不疼了 嗖的一下 就不见踪影了 红治皇帝 则捡起暗读上的奏书 陷入了沉思 这方济帆 又在搞什么名堂案 这一次 他学乖了 既如此 那且看看 这家伙能否玩出什么花来 徐鹏菊被揍了 主要是他不合群呢 这么多孩子 就带一个 嗷嗷嗷嗷的 要回家 虽然被嬷嬷及时发现 可看着朱仔墨 他天然的 有几分畏惧 他们被安排在 宅院里住着 一个一个小床 木床边 有护栏 夜里会有嬷嬷 随时置夜 徐鹏菊是哭着睡去的 清早起来 眼角还流着泪痕 随着铃声起来 二十多个嬷嬷 便穿梭在各个小床之上 将孩子们一个一个叫醒 在哇哇的声中 开始了一天的生活 夜里湿了被子的又湿一个 嬷嬷们给他们换了 昨夜洗得干净的新被子 新衣 然后呢 便是洗漱 洗漱是重种之种 每一个孩子 都需将脸和手 洗得干干净净 用的是温水 洗净之后 再好好地擦拭 孩子一多 最害怕的呢 就是疫病了 西山医学院 早有一套 简单的防疫方法 不但是勤洗手之类的 每个孩子 在起来和睡下时 都会有女医 检查他们的口腔 头颅上的温度 以及手臂 确认他们身体健康 不止如此 这庭院里 绝不允许有任何蚊虫 可以栖息的水蛙 各处都确保了通风 洗漱时需用香皂 许多地方的清洗和打扫 都需要用酒精 包括了这些老嬷嬷 若是有身子不适 便不可靠近照顾 徐鹏举一开始 还迷迷糊糊的 等洗完脸和手 才突然想到 好像自己不该待在这里 于是别着嘴 要嗷嗷大哭 可很快 他便被抱进饭堂了 饭堂里香气阵阵 用不了多久 徐鹏举吃着八宝粥 顿时便不想走了 他开始朝着朱宰墨傻乐 一面吃 一面馋媚地看向朱宰墨 朱宰墨低头呼噜呼噜 将粥给喝进了 而后 眼睛便巴巴地看向一旁的 方正清 方正清正是漫条丝里吃着 突然感觉有些不对味 左右看看 见了如狼似虎的朱宰墨 他毫不犹豫地将小碗 往朱宰墨一边挪了挪 一起吃 朱宰墨便学着大人的模样 摸了摸方正清的头 这一次不揍你 吃过了粥便进了课堂了 教授的内容五花八门千奇百怪 与此同时到了傍晚时分 在西山宅院外头 还有不少的各家人在胶着等待着 只是无论是英国宫还是定国宫 他们都不可能成日在这等着 毕竟还有碎器各灵 便派了下人来自 就在所有人都觉得 这样等待没什么意义的时候 却在此时 自那高高院墙背后 有人出来 是一个老嬷嬷 老嬷嬷手里拿着一打纸片 接着开始唱鸣 定国宫府 那定国宫府的家丁上前 老嬷嬷将一张纸片 交给他的手里 接着老嬷嬷继续唱歌 这家丁并不认识字 可好歹有了一些消息 然后飞马回京 将消息送到了焦灼不安的 定国宫徐永宁手上 徐永宁阴沉着脸 接过了纸片 却见纸片上写着 徐鹏举的字样 上头有他今日测量的身高 体重 今日进食多少 等等字样 大抵的意思是 这小子还活着 且还活得好好的 徐永宁将纸片搁下 真不知是该哭 还是该笑 梁九叹了口气 真是不知如何向南京那边交代 可如今又有什么法子 胳膊终究扭不过大腿 来人来人 向这纸片快马加急 送南京吧 无论如何 这纸片显然给了徐永宁一丁点的安慰 但站了起来 老夫死来想去 老夫得罪不起太子 还得罪一个都尉方济凡 细细想来 怎么都像是方济凡斗的鬼 这家丁 浸若寒蝉 小人 啥都不知道 定国公 徐永宁首 想想都来起 想当初 若不是家父 将他的大父 从土木堡里背了出来 他们方家 早就断子绝孙了 哪里轮得到他在这里蹦的 此人全无心肝 我们徐家 与他们姓方的 有多大的恩呢 他呢 倒是恩将仇报起来了 以为娶了公主 得了陛下赏识 就不将其他人放在眼里 家丁只低着头 扶手贴耳的样子 徐永宁细秀秀地说 听说 他现在还在新城建房子 那房子 是用泥积起来的 竟还卖得这么贵 想想 真是个气 亏得经历 还这么多人取之若鹜 这泥吧 能积房子吗 叫混凝土 不还是泥吗 徐永宁恨 很讨厌 他背着手 来回踱步 想了片刻 说 等着看吧 用这样的房子 来糊弄人 迟早 不会有好结果 发了一通脾气 却发现 无能为力 公爷说的是 公爷这些年都抱病在家 否则 徐永宁压了压手 说 也说这些 走吧 新城的建设 已有了眉目了 建设的进度很快 一方面是在造皇宫时 许多作坊本就建立起来 现在只需不断地进行生产供应 而另一方面是因为 人建 人建不是骂人的话 而是这个时代 人力价格真的是很低 以房价这般的暴力 房价凡几乎是想顾多少人 就顾多少人 在新城这 挖好地基之后 随即便开始用竹竿子做骨 而后呢 用混凝土搅拌砂石作为支撑 这都是一两层的房子 不需钢筋 也足够结实 等大致房子框架做成了 接着便是无数匠人 开始在框架之中砌砖 这砖头是就近的砖窑生产的 直接一车一车拉来 立即开始动手 偶尔呢 总会有一些来大明宫里办公的大臣 想来看看 这里路基已经治好了 也准备上混凝土 房子大致有了框架 毕竟从前都是自己请家人造房子 可现在就是花了银子 让西山建业来造 王不是今日要去宫里当职 下职之后呢 舍不得走 便在这附近转悠 很快 他突然暴怒 抓住一个要弃强的将人 怎么这砖是空心的 这样的投工减料吗 将人一眼懵了 说不出个所以然 事实上 西山的砖窑和别处砖窑不同 西山生产的乃是空心砖 而这砖头 古以有之 在大明人们所用的都是实性的砖头 江人们其实也不明白 为啥新山造的砖是空心的 可他们的职责就是弃强而已 可王不是一看要原地爆炸 他本来脾气就糟糕 一看连砖头都是空心的 拿起来 哎呀 这砖竟还轻飘飘的 这还了得 他记得要剁脚 一万多辆银子的宅子 连一块宅都要脱工减料 你方济帆就剩这么点银子吗 剥削机 剥削机 王不是大吼了一声 而后拿着空心砖 四处去寻找方济帆 方济帆好不容易恢复了自由 正在宫棚里 戴着一个腾桃鞭尺的安全帽 检查工程进度 作为一个有良心的包工头 方济帆是很用心的 毕竟这一批将作为样板工程 要将西山剑业的名声 一炮打响 却有人大吼 方济帆 方济帆还没见 有人这般大胆 直呼自己大名 忍不住回头 却见王博士 踢着砖头 咬牙切齿 出现在宫棚门口 方济帆下了一大跳 立即大叫 不要激动 不要激动 有话好好说 您刚才听到的是 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明朝百家子 作者 上山打老虎 演播 此今 周梅拉雅出品的 葡营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